本视频介绍0CB20,连接西门子226以及西门子300系列的PRC。 我们首先连接CPU226,目标PRC是226CN,其中装口0,波特率是187.5,装口1是19.2。 连接上电门电缆,将电缆插上PLC的关口0。 在设备管理器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0CB20驱动版本8.2。 如果在这个图标上面,有感叹号,或者黄色的问号,表示驱动没有安装成功。 驱动安装的方法,我们在另外一个视频中介绍。 下面我们连接西门子200,也就是CPU226CN。 把开变成软件。 首先设置CGPC接口。 这里我们选择PC Adapted GPI。 如果这里没有这个选项,那么在安装CF7V4.0软件之后,再把0CB20的驱动安装一遍,这里就会有了。 我们可以点选择,在这里添加,安装过去。 我们先点一下,点属性。 这里的PPI选项卡,用默认的参数。 这里选择和PRC最运的Hot律。 我们连接的是0号口。 0号口被我设置为187.5K。 本地连接USB。 确定。 确定。 通信。 这里双击刷新。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刷新到PRD了。 型号是CPU226CN2.01的版本。 双击一下。 可以看到PRC是停止的。 这里显示的2,表示我们即将连接到目标PRC的地址。 如果有多个PRC,这里可以选择2或者3。 如果这里是空白,我们可以在这里点一下,需要连接的PRC,地址就会显示在这里,或者直接输入对应的地址号。 确认。 确认。 确定。 或者否 已经在监控了 我们使用的软件 盘本是 V4.0 SP9 这个软件支持WIN7 包括WIN764尾 32尾 推荐大家使用 SP9的版本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同样用 0CB20这个键缆 连接西门子300 给TLC接上电源 把开变成软件 我们用的测试软件 是5.5版本 目前 本电缆不支持 5.5 SP2 或者更高的版本 只能支持 5.5以及 5.5以下的版本 包括5.2 5.3 5.4 都可以 我们先新建一个项目 名称随便输一个 项目建起来了 这里我们选择 PC ADAPT MPI 这里选择USB 本地连接 MPI端口 在这里 勾选 这里的波特率 对应的选择 TLC端口的波特率 确定 这里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将站点 上传到PG 先点一下显示 这里可以看到 科防稳节点 点击一下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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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连接的目标 CPU 是312 包括315 2GP 都测试过 没有问题 通过315 2GP 用MPI 接口 或者GP 接口 都可以连接 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有一个 小的示范程序 监控一下 目前CPU在运行 在插拔电缆之前 必须关闭监控 或者关闭软件 在插拔电缆之前 点击一下 钮